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其实是给自己做休闲的时候设计出来的 那因为他很喜欢网球 所以他就把希腊语的这个四 就是 希腊语的四就是 T E T R A 这个字母 字根 字首 然后就制造出了 创造了出这个俄罗斯方块的英文名字 叫做Tatrice 那他最主要就是说 他其实是用来 怎么讲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有数学性动态性的 那他就是拿来做一个 那个游戏程式的一个练习的题材 那如果大家不陌生的话 会看到俄罗斯方块 基本上就是由这七个组合 跟索马力方体有点像 就是七个 那现在我们要衍生 俄罗斯方块是由四个方块 组合成的一个平面的 一个平面的看起来的 一个游戏的组合 那我现在呢 要把俄罗斯方块的 这样子一个造型 延伸到五个 五个正方形 而且大小要一样 我们如果减 从方格子上面减下 五个大小相同的正方形的话呢 那我现在的问题是 你可不可以用这五个正方形的方块 就是类似像俄罗斯方块这样子 我们现在是五块 然后你能够排出多少种形状 那在这边呢 我们要稍微提醒同学 边和边就是一定要等边密合 不可以就是接半边的那种感觉 也不可以点对点 点对对 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连起来 就是我们认为它不行就对了 然后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们算是平面 可是呢 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一张纸 翻转旋转 所以呢 如果说是旋转啊 翻转之后 这些图形都是一样的时候 我们认为它就是同一种 好我们认为它就是同一种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老师会建议同学呢 先停下来一下下 然后呢让我们看一下就是 让你自己想象一下 就是说五个正方形到底可以拼出几种不同的形状出来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会告诉你答案是多少 好这就是下页 这个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 如果我们只算形状的话 那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十二种 十二种不同的图形 好我刻意用不同的颜色把它画出来 因为呢有颜色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容易记住 尤其是等一下我们要玩游戏的时候 好那第一个游戏要开始了 现在呢我们把这十二个形状记下来 你可以用手绘的 那如果你手上有方格子的话 我通常都会建议学生就是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 我们是现场操作的时候 我会发下这个方格子 所以以一公分为编长单位 请同学画下这十二种图形 那当然因为之前同学已经有试过了 他就可以把重复的部分先把它剃掉 然后呢留下这十二个图形 那涂不涂颜色的话呢就看你自己 好那我们现在呢把这十二个图形剪下来之后 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用这个五 就是我们称这五个方格构造出来的图形 叫做五连方块 好我们要用五连方块来围这个城池 看怎么样才能围到最大的这个内部面积 好那注意哦 我们的要求还是跟刚才是一样的 虽然它们是十二个不同的五连方块 可是我们在十二个图形连结的时候呢 点对点的连结不可以 所以呢左下角的图我有画一个叉叉 我有跟同学提醒哦 这是点对点所以不行 你必须要符合下方中间和右边的这两个图形 这是OK的 边和边一定要密合在一起 好那怎么回呢 好老师先示范一次给你看 好我们可以在一张大张的方格子上 好沿着这个方格子的线呢 把我们这十二块五连方把它慢慢的围起来 那围起来之后呢 好注意看哦 我为什么要画有颜色的格子就是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有颜色的格子 就像是一个城池一样 那你围进去之后那个白色的部分有没有 白色的部分你就去数它的格子哦 那它的格子呢就会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数的话是九十九格 九十九格算不算大 我必须老实说九十九格真的很小哦 好因为我们想说 为一个小一点的图形呢 能够激发同学哦 为出最大的 那理论上你至少应该要超过一百或一百一吧 那资源有多大呢 老师在这边不公布答案 但是我可以先提醒同学 为什么我说这个九十九的格子 它其实围出来的灭迹不是最大哦 因为其实我们在围这个城池的时候 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哦 譬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个五连方块 好我现在画蓝色线条这个紫色的L型哦 这个子放是最好的吗 未必哦 你看哦 如果我今天把这个紫色的五连方块呢 把它上下 上下对掉一个位置的时候 你们看到它就会多出三个白色空格 从九十九格变成一百零二格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围这个城池的时候 因为这个五连方块构造上 它其实不是对称的 它有凹凹凸凸 我们尽量的往外放 好也就是说你围是一回事 但是你围完之后 其实你可以调整你的格子的方向 好那它就会制造出更多的白格子 好所以你能够围出最大的面积吗 请同学自己试试看 好那目前为止 我的学分呢 围到最大的应该是一百二十二块 好那我在网路上有看到有小朋友呢 围着比一百二十二块好像还要大哦 所以你可以试试看 但是它有一个极限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是不是可以把它拿来 当作是一个证明的题目来试试看 好这是第一个五连方块的小游戏 来我们再来看一个 也是很有生活上创意的一个小游戏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十二个五连方块 我们请同学呢对照一下 把这十二个里面呢 筛选出现在投影片画面上出现的这七个 这七个把它留下来 我们要用这七个呢 来设计一个很有趣的五连方阅历 好那这个五连方阅历 同学想象一下 这里有七个方块对不对 那每一个方块都是五嘛 所以是五七三十五 可是如果真的是要阅历的话 你知道阅历最多的号码就是一到三十一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我七五三十五和三十一 其实是多了 好所以重点就在这里了 我们其实是要你 从这七个五连方块里面选出六张来 选出六张来 那六五三十嘛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这张阅历是三十一格的话 那么是不是代表 你可以选出六个五连方块 遮住三十一个小格子 露出其中一个格子 好那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把五连方块的图形 选出六块 然后呢 把三十一个日期 遮住三十个露出其中一个 那你说老师 你要露出哪一个 我告诉你 你想要露出哪一个都可以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选择一天 我们觉得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们就可以来玩这个游戏 好 不想说我们这样讲 同学是不是很想试试看 那我们来做一个范例 好在2112年的9月3号 有一个很棒的卡通人物诞生了 好画面上呢没有错 就是哆啦A梦哦 好那如果我们今天呢 想要帮把哆啦A梦的生日 9月3号的三 把它呈现出来 把其他全部都盖住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好那我们刚才说 我们要七块里面选六块对不对 好 老师选的六块就是这六块 你会看到 我刚刚好就把 就是除了三以外 1到31全部都遮住了 那下面那一块2112年9月3号 这是我们设计的时候 刻意留下来的一个留白 好然后用上面来去说明它 五连方块的阅历有 虽然说它很好玩 但是它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说因为它一定要针对1到31格 所以我们在排的时候这个顺序 一定是从1开始 在最起左上方开始书起 也就是说 同学如果注意去看那个阅历 阅历桌历拿出来看一下 我们的1不一定是 永远都是在左上方 因为它会跟它的那个周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 这样子来对应 是不是 那可是在五连方阅历里面 它没有办法 变成说周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 它必须要搭配着这个1在星期几来排放 我曾经在上课的时候 我有跟我的学生讲 我说这是一个很棒的游戏 尤其是非常适合小朋友玩 如果想像一下 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孩 他今天早上起床了 然后可能什么都还搞不清楚的时候 他起床的时候 他就问妈妈说 妈妈今天是几月几号 妈妈就跟他说 今天是9月3号 多爱梦的生日喔 他就开始从七个五连方块里面去筛选六个 就开始拼呀拼呀拼 好!就拼出来了 哇!整个一整天的快乐全员就开始了 又很有成就感嘛 一个早上就解决了一个数学问题 我就跟学生讲说 如果这个东西可以研发出一个很好玩的教具 然后又不会伤害小朋友啊 就很安全的玩具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喔 结果啊!这件事情啊 我在几次上课之后就有一个学生 他就真的把他的作品拿出来给我看喔 我真的很感动喔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学他做了什么事情喔 好!因为他们家是做窗帘布的 所以他有很多的布 好!就是那种回收的布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很漂亮的很大片的一块 一块窗帘布 就是看到那个底色的部分有没有 然后呢他就在上面呢 用那个魔鬼瞻做成数字 用魔鬼瞻做成数字喔 12345678910一直到31格 有看到喔 好!那这个我们现在排的右下方有没有 有一块布织布长条形的布织布喔 他就贴一个MARCH 就是这个月份 好!然后呢他想要拼几号呢? 好!我们在2013年的3月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喔 我们来看看他要拼的是3月16号 好!那因为呢 那3月份他的1号是星期五 所以他设计的不知不得星期的周数 他就是把它放在5的开始 5、6、日、1、2、3、4 这就是老师说的 他没有办法跟一般正常的那个月曆一样 我们都是日、1、2、3、4、5、6 或者是1、2、3、4、5、6、日 这样子排得很顺序的喔 然后我们是把那个号码数字喔 号日期喔 然后对的那个星期来排 但是这个呢他刚好要反过来 就是说星期是跟着日数来排的喔 好!所以呢你看3月16号就是16把它遮住 然后他用了6块不一样的五连方块的造型喔 然后把它拼出来喔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作品喔 他已经...同学...很谢谢同学喔 他把它送给了老师喔 所以他现在已经在老师的办公室里面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来展示 然后请同学玩喔 好!不知道各位同学呢 看了这个单元之后呢 是不是有更多其他的设计的想法喔 非常欢迎同学呢 能够创造出更有趣的生活创意喔 好!这是我们的参考书集 是